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有和大家一齊guest ready 今天的妝容比較簡約 有日系的透明感 好像原生皮膚透出來的質感 光澤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用了什麼呢? 早前我去了3SOGO的專櫃 很開心他們今年7月以全新的形象回來香港 這次還帶了很多很吸引的新產品 然後今天的妝容我全部都是用3的產品 重點選了很喜歡的來化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這次這個妝容用了什麼 是非常之簡單,不需要技巧的 那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今天的素顏一樣是黑眼圈、眼袋 然後膚色不算很均勻 尤其這個位置 上個星期吃得太多海鮮 太多蝦,我出了一點濕疹 現在平滑了,剩下一個印的 然後毛孔是夏天比較明顯一點 其他都差不多了 底箱我會用這個 它叫做三合一無瑕美肌,防曬底箱 是有SPF50加,PA4加的 然後質地會比較上挺身一點 但是推開很像Cream,很像護膚品 你看到用手已經推得很均勻 而且是很輕薄,完全不會焗的 直接在臉上用手指推開 它是有適當的遮瑕度 可以做到一個均勻膚色的效果 一次過就做了Primer 防曬和Foundation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很快地擦半邊面給大家看一下 上妝是極度快速 很適合早上班起床 趕時間想快點化妝的朋友 大家會看到半邊面上了 它是有一個很自然的霧面妝效 很像second skin 一種裸妝感,不會厚重 皮膚也不會覺得焗的 而我喜歡3的其中一點 就是它作為日本天然護膚美妝品牌 它的化妝品都添加了植物油,精油和植物碎除精華 令到粉底更容易推出 還可以幫肌膚保濕 這個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試過坐在冷氣地方一天 它都不怕越來越乾 我用的色號就是02 比較適合健康膚色 就是這個色調 大家剛才都看到我塗在臉上 如果皮膚偏白的朋友 還有一個是01號色 你就會看到很明顯的推開的時候 可以選適合自己的膚色 又或者它們還有一個是偏粉的調色色調 就可以令到皮膚比較蒼白 或者是青少少的朋友 你可以用這個 令到皮膚有血色感 你會看到推開的時候它會比較紅潤 然後這邊推開就會比較偏向膚色 可以讓大家清楚看到它們的不一樣 因為這次沒有遮瑕膏 我先去遮遮黑眼圈 當它設定好之後 我想說是超級清爽 完全不會焗 很舒服 還有不會交換的 之後我就會用它們的黃牌 雙色收容盤 它有兩個色號 我現在手上就是01號色 然後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質地 你摸上去明明是一個霜狀 然後滑上皮膚那裡 它是馬上轉化為一個很清爽的粉狀 是不是很厲害 而且它不像其他胭脂霜 胭脂膏那樣 那麼油的 你會看到完美地推開了 融入了皮膚 沒有一個界線感 很容易blank 基本上我們用手指上妝就可以了 它一邊就會像蜜桃紅茶色 除了好像現在這樣用來做胭脂之外 它做眼影都很漂亮 然後另外這一邊的打亮 是比較偏暖色調的 它推開之後是很自然地 令到輪廓更加鮮明 我覺得它比起粉狀的highlight 是更加像皮膚本身的一個光澤 然後有一個透明感 不像是那種外加上去的打亮的感覺 當然還有一個鼻頭 太大了 先收拾一點 然後就是我沒有的鼻樑 一滑上去 它是完全跟皮膚融入之餘 鼻樑是出回來的 然後這一邊 超快 拍幾下就已經完成了 並裝我用這個 油光極致蒸透麥粉 它在日本有個名字 叫做消失的麥粉 因為它的粉質是小到好像隱形 然後我是超級喜歡 它裡面的粉泡 是我現在很常用的梳婦里質地 大家都知道 我是很喜歡用這一種粉泡去上粉底 是令到底妝更加貼服的 原來它用在碎粉那裏做一個碎粉泡 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它可以非常之均勻地拿到粉 然後是很薄 你會看到粉泡上面 不會有一大堆的粉 而且它的設計很好 它是這種網狀 不是那種一個個孔 然後那些粉是拿到很不平均 它是超級無敵 鐵薄 還有上手給大家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消失的麥粉 就是它像有藥毛一樣 這樣幫你定妝 你摸上去是極滑極清爽 但是完全看不到的 而且它是非常之衛生 是這樣中間有個分格 那個粉和那些粉是分開的 整個設計我都是極度喜歡 壓下去沒有粉飛出來的 看不見到 沒有平時那些 哇好霧那些 放在臉上 它是馬上令到那些毛孔隱形 它那個消失 我不知道是說粉質 我自己想到就是粉質 再加上那些毛孔 紋理 全部都是消失 那所以為什麼它會叫做消失的麥粉 它放了上去 完全不怕說 令到皮膚白了 然後泛白的情況 或者是有些什麼粉感 沒有的 它是很透明的 幫你定妝 我對於它這個叫做 彈潤粉體 修飾毛孔的功效 是挺有驚喜的 完全不會令到底妝變厚的情況下 是修飾到整個膚質出來 還有近一點 看看它的底妝的透明感 還在 然後剛才的光澤感 完全不會覆蓋 是超級無敵 隱形地做到這個定妝的效果 不是沒有粉的 我壓出來給大家看看它真的有粉的 純粹是極薄 完全連煙都沒有 我用的色號就是02號色 好了 畫完眉 被影那些之後 就上眼妝了 今次的眼影 是有兩款的 它們叫做 星耀幻彩四色眼影 是2024秋季限定的 主題是 吹燦星空 它的粉質細緻的程度 是不同顏色 不同質地 眼面也好 珠光也好 一邊搓一邊搓 完全少少非粉 都沒有 一些跌出去旁邊 都是沒有的 很乾淨 還有那些顏色 因為它有獨創的潤膚油 塗層配方 所以 是提升到這個眼影的鐵幅度 你畫出來的時候 會看到非常之均勻 然後和皮膚的貼合程度 blend in 融入的程度 是很好的 沒有那個界線感的感覺 我先用了右上角 很綿密 很幼滑的斷光 整個上眼皮打出底線 然後就畫眼線 然後 左下角 是一個很沉穩的啞光色 可以做回自然的陰影 和和整條眼線 然後 右下角 是重點金屬色 把它點在眼皮中央 令整個眼妝都會很有個性 最後 左上角 是很有透明感的彩沙 會有不同大小的閃片 和珠光 完全貼合星空主題 我會輕輕拍在眼皮上面 和臥殘的位置 化出來的眼妝 除了有日系的透明感 我覺得還會多了一種 好像在日集會看到的時尚感 而且它們兩個 X01和X02的配色 是不像一般鬼打牆的四色眼影 來來去去差不多的色調 比較跳脫一點 但是 日常生活 絕對是用到沒有問題的 然後 如果想再加強眼妝 十分推介大家 加這個 星耀幻彩液體眼影 不要看B02號色 好像很難用 不是的 首先 它是很好推開的 你推開了之後 完全不會一塊塊 然後是很貼服 亦都不會推走你化好了的眼妝 看到嗎 就是這個 密度很高 然後很細緻的銀色和紅色閃粉 在不同角度看上去都是很漂亮 它令到眼妝更加有層次 然後是一點點 目光已經完全離開不了 因為它推開了之後 底色不會很實色 所以我試了很多次 發現它和任何色調的眼妝都配合到 就算是很平平無奇 一個大地式的日常妝 你只要加了它 就立即可以變成了一個約會的妝容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用途是非常之萬能的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閃粉 就算那麼多 那麼密 那麼細緻 完全不會掉出來的 它不會黑了去下眼皮 不會掉了去眼底 是貼得很實正的 最後到唇膏的部分 他們的lip jam出了兩個新色 中文叫做味光油彩唇釉釉 首先是07號色 它是比較滋性的裸啡中紅色 然後去到08號色 塗上給大家看看 是一個很有活力 很甜美的珊瑚粉膚色 然後你會看到妝效 如果想要一個水光玻璃唇 用它就對了 它獨有的雙重薄膜配方 一塗上去就會立即形成兩層薄膜 就這樣用 你會看到是充滿透明感 然後可以疊加其他唇膏 增加光澤感 它在嘴上面的質地是很柔潤 完全不會黏黏 不會容易黏到那些牙 而且大家會看到它修飾唇敏的能力是非常之好 而且會有一種滋潤的感覺 因為裡面是有加了九種植物油和精油 好了 就完成了今天的妝容 看上去很自然得來 是很精細的 特別是底妝是一個天生的裸膚 然後眼影的限定色又是超美 所以我自己是很滿意 這一陣子不停地用這一套化妝品來化妝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不妨可以去銅鑼灣3SOGO的專櫃 是在B1樓的 可以去看看 還有我還想說 除了它們的化妝品 護膚品都很值得大家去探索 因為它們是含有90%以上的精油成分 總之我用的時候是覺得它們的香味非常之舒壓 是那種你身心靈和肌膚都很滿足的感覺 由它們以前未用這個包裝 未用這個新形象來香港的時候 我已經是有用過 是很喜歡很喜歡它們的香味 特別是晚上用 是個人很舒服 把所有的壓力都釋放了 日後用你又會覺得那天的開始是非常之愉悅 因為質地和那個真的香味是非常舒服 它的滲透力是很強的 而且它們有香水的 這個低調得來高質的產品 我發現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希望遲些有機會 因為這條片很長 可以再跟大家介紹 所有我用過的產品 都會放回資料在下面info box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我都很久很久沒有拍過 關於化妝的Gest Ready With Me 感覺是既熟悉又散疏 因為角度不同了 所以如果大家都喜歡看 這一類型的Gest Ready With Me 記得告訴我 那我就多點拍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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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